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能够住 哪能够住 也会被一枚 他说我爱四处有 不过一点点有理由 绝对住一心机 永远和一生难拥有 人生再失去能力 苦苦气求为何来 原来心事实存在 这就很难不应该 走走走游游 无线无挝 不是无非度春秋 酒楼穿上过 保足心中流 我只修心不修口 COME ON 说我风雨点的世界 还没久不久 小娃娜 他可破一塞过断绸 我也会唱 我也会秀 我也能接龙 必须更重带走 OH MONEY 对你红 小处一千户 对方做出意点 OH MONEY 对你红 不提撒不空 大家命理魔拜 色机四空 空气四色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我 开见人世间 别忘离合 对神只会 三小弹中 不求人一生 不求人一样 你否刺不为人出事 是根本 水到尖利美图 保人生来脱去 阿弥陀佛 你死后一万 你不敢存钱 不坏的心灾 我身后世上 在因果循环 保一排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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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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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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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游四方的僧人 今天没地方投诉了 所以想借施主府上投诉一晚 寒舍实在是不方便 二位要借宿 为何不到晋光寺去呢 那晋光寺不是什么 那个晋光寺呢 实在是太豪华了 不是和我们亲修 我们呢 有个朴素的地方就可以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二位师父如此苦修 真是让人配合 不过圣德法师 他不但为人可爱可亲 更是广结善缘 两位师父 不妨去那里试试 才不是呢 我告诉你啊 那个圣德法师呢 那个圣德法师呢 人虽然是很好 我们肯定就问你给我过来 告诉你毕竟不许再插随 我告诉你啊 那个圣德法师不是什么好人 那个晋光寺不是什么好地方 那里边有妖怪呢 你不要老去那个地方 万一被妖怪缠上了 那就麻烦了 你收到了没有 还没 那个圣德法师啊 那根本就是个妖僧啊 不是 你们这两个和尚 竟敢公然说圣德法师的坏话 你们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我们不怀疑你们 给我滚 我可贬你们了 我可贬你们了 没事没事没事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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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个大嘴巴 还说什么见机行事 你胆子很大 我敲你的头 来来来回来了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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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姑娘 你们家到底住在哪儿 要不要我找谁护送你回家啊 对呀 不必了 小女家住京城 离此处很远的 我想找人带份家书 让家人来接我 老夫人 不知我可否在此处 打扰数日 这 均衡 老夫人 不用担心 我随身也带另一些首饰 可以付一些诸馊的废 哎呀白姑娘 不要这样说 咱们见面也是有缘分的 你如今有困难 我们帮助你也是应该的 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下去吧 多谢老夫人 不用谢 奶奶 奶奶 天元 冰秋 我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你回来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奶奶 我 白姑娘 让你看消化了 这位是 我来介绍 她是我的妻子明珠 明珠 这位是白姑娘 因为遭遇匪徒打劫 在我们家门口被我们救了 暂时在我们家住几天 你们将冰清出 弱五孩 爱义 卢 哇 白姑娘 我们家实在太简陋了 真的怕你住不习惯 不会的 倒是我 盼主在这里打扰了你们 不过我在这里住着 也可以帮忙醉惜家事的 白姑娘 你是千金小姐 怎么能做家事呢 这些事啊 明珠会做的 明珠 你看看人家多乖巧 你好好向人家决决 来 姑娘 咱们到屋里去聊聊 好 明珠 奶奶说的话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你放心吧 天元 珍珠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我一定会努力 多生产一些珍珠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以家计为重 先多攒一些钱 然后你再想 把那些珍珠 送给那个和尚 我相信 只要你有这份心意 他就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明白了 明珠 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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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够疼 我血都流出来了 不赶快吃是不行的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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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哭 那个梦境明明修行不深 为何有一颗厉害的内丹呢 难道 那是佛门珠吗 我不行了 不动不动了 不动不动了 我像是一只稀奇的动物吗 有什么好看的 走走走 帮里的 走走走 走走走走 真是事态炎凉 看到我这样都没人救 真纠结啊 还是你最好 在我失忆的时候 你陪着我 安慰我 我 连你也逼我而去 我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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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掐死你啊 好 去找真正的朋友 我掐死你 那个叫明珠的 到底是什么来的 看着张天元也对她恩爱有加 倒是张天元的奶奶 好像很不喜欢她 那血丹 一定跟明珠有关 我倒要好好查查 还有这么多河邦 你来这里走是吧 你来这里走是吧 没什么 没什么 我随便走走 好奇休间来看看 好奇 你也是因为好奇 开来我们家的吗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家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目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咱们俩都不是凡人 你能来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 我想 张天元他们家的人 八成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变的吧 要不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那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变的 能做出这种事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就不怕我掀了你的底 我猜 你还不清楚我的底细呢 但是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了 放机 我没猜错吧 没错 我确实是一只千年合法 而你 不说没关系 等我把你打回原形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那你就试试看 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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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元 哎 白姑娘 你怎么也在这儿 张公子 我看到这儿有许多盒 特意 来向明珠请教的 你还不知道啊 我们家是以初产珍珠为生 平时这些盒棒啊 全靠明珠一个人在照顾的 原来是这样 我现在明白了 我平日里待的那些珍珠 原来都是这些棒晶生产的 白姑娘 你可不能乱说啊 这些可不是什么棒晶 这些是合棒 白姑娘 你看这房间里面 杂气乱疤的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 在这儿待着不合适 还是外面歇息吧 说的也是 我来到这个房间 总是觉得 有一股霉气 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白姑娘请看 哎呀 白姑娘 靳远 你干什么呢 你没有看到白姑娘她昏过去了吗 男女受受不清 你走开 我来换她 张公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想 我一定是之前受过惊吓 身体还没有复原 让您见笑 没事没事 你身体不好 我扶你回去休息 不必了 明珠姑娘 我没事了 可以自己走 天元 你吃饱了撑的 啊 不去做生意 跑到这儿来帮来历不明的女人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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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嘛 以前我也是这样救你的 女人心真是海底针 算了算了 我还是听师父讲经去吧 喜庞 好啊 来啊 来啊 太好了 来啊 来啊 好啊 来呀 好啊 呀 掌柜子 来点酒啊 和尚 跟谁说话呢 呀当然是跟你了 你一进门 两只眼睛就盯着酒坛 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 要酒是吧 要多少 我自备葫芦 麻烦给我倒满 再倒 再倒 奇怪 哎 你怎么一小谈一小谈得到啊 这要到的什么时候啊 拿大荒到啊 好 再来一共 来一共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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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 差不多了 真邪门啊 这么会装酒的葫芦 我还头一回见到 你干什么 你想插我眼睛啊 没什么 三账吧 多少钱啊 哦 总共十两银子 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下奇闻哪 这葫芦酒要十两银子 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开黑店的呀 可是你这葫芦里可装了三凤子 两个小坛总共五坛酒 那那那大家来帮忙平米里啊 来过来快来过来看看 这一个葫芦酒 它要生了五坛酒的钱啊 你们平米里啊 我明明到了五坛酒 你们大家看看啊 怎么可能这个葫芦里边 能装三坛五坛酒呢 它分明就是在欺负我们出家人呢 哎呀 我这也太会了吧 好好好 好了 好了 算我倒霉 你就给一两银子吧 啊好 一两银子啊 这还差不多啊 一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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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想不让我平时短筋少量 今天去剖出个恶煞 哎 哎 有了 一两银子 苹果 啊 要拿苹果抵上 想用一个苹果就抵上啊 不 这 Po 这个苹果 素含的营养 가격 可不止值一两银子啊 不行 我要真的一两银子 哎呀 哎 哎 你别说从你身上搓出污垢 弄成药丸 说什么仙丹尿药可以治百病 我才不会信你这一套 你啊 不识乎 你们不是帮我评理的吗 干嘛去啊 今天是圣德法师要讲道 我得赶紧去 免得抢不到好位置 来 这一两银子我也不要了 那些酒呢 就算是我发善心送给你好了 真厉害 有声音都不做 却要跑去听妖僧吹牛 世人真是太傻 太天真 有了他 生活丰富多彩 对了 和尚我也敢去听听啊 听他讲的什么经 说的什么道 我们来讲的 阿弥陀佛 菩提本不富 明镜亦非堂 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尘埃 人生在世 一切生不代为 死不代去 你看这样 不停掉的运动百姓 又是为什么呢 人生在世 应当 应当吃了睡 睡了吃 吃得肥肥胖胖的像头猪 好听你这个妖僧胡说八道 我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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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僧 合上我用的是 我们的湿的口 这下真的你头昏耳聋了吧 快写出猿心吧 嘿嘿 小龙 你再哺乳本身 难道以为本作 我敢收拾你吗 小龙叔 他也会 看来和尚我是遇到对手啊 喂 油胆就出来了 来 走吧 我 我 學佛修道 須講問心 心如無愧 離佛就不遠了 心如無愧 想到這個血丹 竟然是放盡一役 我又如何才能得到手 ㄦㄟ 真不定 原來你是一隻蝴蜜 你能不能過 你还想往哪儿跑 好 真好 非常的好啊 没想到你连化身都会 那请问你还会什么 本座会的 恐怕你见都没见 大人神龙 见到本座 为何不跪下 天雷八音 没错 没错 果然是佛门中人啊 那既然是佛门中人的话 你为什么要妖言获重啊 你问得太多了 也太可笑了 本座的今生本来就是人书 本座看人间疾苦 特下凡苦度众生 哪来妖言获重 哎呀 好听啊 好听啊 世人都好骗 可是和尚我呢偏偏不信邪 今天我就算拼了老命 也要钻钻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白姑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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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快快 快起来 哎 你这千金贵蹄的 摔伤了 我们穷人可赔不起啊 不是 怎么啦 我 姑娘 老夫人 我是装进妖邪了 哎 好啊 果然是个妖女 整天躲在屋里 家里的事就靠我一个人做啊 奶奶 平时我要做可是你都抢着做 哦 我抢着做你就拼命的让我做是不是啊 啊 过去那是你在生产珍珠 我是怕你太累了帮你做 现在珍珠也不生产了 你还让我一个人做啊 老夫人您别生气 我想明珠姑娘一定是身体不舒服才会这样的 这样吧 您有事就告诉我 我来做 哎呀 那怎么行呢 你是千金小姐 她是什么命啊 啊 乌鸦还想学凤凰飞 太早呢 您别生气了 我扶您去休息一会儿 哎 我那儿有上好的人参 我去给您泡上一杯参茶 参茶 对啊 那可是千年的老参了 喝了以后啊 可以雇元气 还可以延年一寿呢 哎呦 谢谢谢谢啊 学着点 你个木头 走 走 还有兵器啊 不过 дв 八 羅汉 完天宁 魔剐 用战 走 三人 来人群人 你怎么多废话 你妈在等你回家吃饭啊 不好玩了 毫无纪念 这次算放你 下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次事情大了 和尚 你竟然会败在他的手下 我不是记忽他 而是因为他的化身 竟然是文书菩萨 这叫和尚我敢怎么化解呢 真伤脑子 哎呀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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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堂堂林影寺的尖寺 居然落得如此下场 哎 到底做错什么了 嗯 我们还是不要去相信那个风景店 我们回到林影寺去 再说我们的虫好大好舒服 回去呢 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多好啊 哎呦 林影寺确实是很好 现在问题是你调查晋光寺 一点进展都没有 回去怎么跟方丈交代啊 怎么交代就告诉方丈 那个晋光寺建的又大又漂亮 所以信众都喜欢去啊 哎 那他如果说要你学他们盖一个漂亮的林影寺 你怎么办啊 那你就跟他说 晋光寺里的和尚都是妖怪 迷惑信众 啊 妖怪我们不会抓 抓妖怪的责任呢就留给祭天了 不管我们的事 哎问题是道计师叔现在不知道风哪去了 你找不着他呀 那我就喂好了 说你一句你顶一百句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哦 我突然很困 到里面睡觉 啊你怎么困啊 我有点怕 嗯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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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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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 哦 怎麼可以睡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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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你幹嘛打我啊 嗯 你不覺得很熱嗎 不覺得 你不覺得熱 我的肚子覺得很熱 那怎麼睡啊 我 我不知道啊 看看門口的青石板嗎 到那邊去睡 我幹嘛出去睡啊 因為外面有很多蟲子很多蚊子 那些蟲子和蚊子會飛進來打擾到我睡覺 那我出去睡他們也會打擾我啊 沒錯 嗯 我馬上去吃 你很有氣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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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嘗嘗看 合不合胃口 哎 這些菜都是你做的 嗯 在您家叨擾了這麼久 應該分擔一些家務 您快趁熱吃吧 哎呀 你是客人真是不好意思 嗯 嗯 怎麼樣 嗯 好吃 沒想到你這個千金小姐 也能做出這麼好吃的菜來 這是老夫人您不嫌棄 白領自幼家教慎嚴 針線活和烹飪 這些都是女孩子必備的功課 哦 我娘說了 現在家境雖然好 但女孩子終於是要嫁人的 不能一輩子都依靠家裡 所以讓我好好學 哎 這官喚人家的家教啊就是不一樣 要比她好 好 奶奶 哎 回來了 白姑娘 奶奶 你們在比什麼呀 沒什麼 哎 天緣快點吃飯吧 嗯 你看 這一桌子的菜啊 都是白姑娘親自下廚做的 你可不要辜負人家的一片心意啊 快吃 這這怎麼好意思呢 白姑娘 以後像這種做飯的事情 還是我來就行了 做飯的活該是女人做的 怎麼好意思讓公子動手呢 還不是天緣娶了個好媳婦兒 一點用處多美 奶奶 你那個好媳婦兒啊 還躲在房間裡呢 明珠她 明珠她為了家計也是很辛苦的 讓她多休息休息也是應該的 哎 一個女人家成天躲在房間裡頭 也不知道她搞的啥花樣 說是養珍珠養珍珠 我也沒看她拿出什麼珠子來 她明明是偷懶不想幹活兒 拿這個當藉口 老夫人 明珠很賢惠的應該不是這樣的人 白姑娘 你不用替她說好話 她的心思啊我了解得很 她沒法和你相比 我那個孫媳婦兒要能像白姑娘這樣 賢惠善良 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明珠啊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白姑娘她煮了午飯呢 她倒是挺懂禮數的 奶奶一定挺高興的吧 你怎麼連這種醋也吃啊 有人和奶奶談得來 我們應該感到高興才是啊 算了 我不想再提她 天元 這個給你 珍珠 明珠 辛苦你了 只要你了解 我是為了這個家 為了你 再辛苦都值得 我當然了解 我一定不會辜負你的 天元 你之前答應過我 要拿這些珍珠去做生物 我現在身體不好 沒辦法產更多的珍珠 我們還是要以家計為重 知道嗎 明珠 我能不能再和你商量一下 咱們先把這些珍珠獻給 不行 你沉迷和那個和尚講經潤道 我沒有辦法阻止你 但是 我不能讓你和奶奶餓肚子啊 如果 你不拿這些珍珠去做生意 那以後 就別再叫我養珍珠了 好好好 你別再生氣了 我按照你說的去做就是了 好 像我不愛四處有 瘋瘋瘋點點有理由 全面處理心急 用兩退一生難擁有 一生都是你安排 鼓鼓祈求為何來 千日不知明日是 走走走遊遊 無限無掛無數無非度春秋 酒落春藏過我祖心中流 我修心不修口 來吧 抱歉抱歉抱歉啊 喂 現在的年輕人真是沒禮貌 撞了人家連一句抱歉也沒有 唉 他就是那棒筋的老公張天元 耶 喂 嘿嘿嘿嘿 哎 什麼事啊 啊 我要向你買東西 嘿 買東西 啊 你知道我是做什麼生意的嗎 哎呀我當然知道了 哎 你老婆不是整天叫你出去賣珍珠嗎 我就是要跟你買珍珠的 你怎麼知道的 哎呀這你不用管了 哎 反正你把珍珠賣給我 你就可以回家跟你老婆交差了 啊 不行 呃這些珍珠是我準備要獻給我師父的 我不賣給別人了 喂喂喂 你不怕你老婆我罵你啊 這是我的家事輪不到你管 哎 五倍的價錢 我出五倍的價錢買你的珍珠 哎 你家不是正缺錢用嗎 我家是缺錢用 可是我師父跟我說了 錢財乃是身外之物 只要我跟著他好好修行 將來即可成佛 哎呀跟著他就可以成佛了 沒那麼簡單 年輕人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步登天的 還是腳踏實地比較好 你以前跟你的奶奶和你的嫌妻 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不是很好嗎 你的嫌妻啊 能夠跟你在一起 絕對是你的福氣啊 好了 你又不是我師父 還輪不到你跟我說教呢 哎呀喂喂喂別這樣 我也是為你好啊 哦 白玲在你家 你怎麼知道這個事兒 你認識白姑娘 何止認識呢 哎呀我不跟你說了 反正一句話 離她有多遠就多遠 免得惹禍上身啊 胡說八道 瘋合下 哦 喂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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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玲和那個妖僧有關係 這事情複雜了 真是中邪啊 嗯 嗯 難怪師叔也想得到這顆美丹 可我答應師父 一定要得到那顆美丹的 但是 我要怎麼樣 才能拿到手呢 啊 不行 我一定要下法子得到她 白姑娘 白姑娘 哎呀 白姑娘 老夫人 今天讓你做飯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看 像你這樣乖巧的女孩子啊 我是越看越喜歡哪 老夫人 嗯 你要再這麼說的話 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 唉 對了 您家是做珍珠生意的 怎麼您的穿戴都這麼朴素 您也應該帶些珍珠啊 哎呀 人家說呀 稍辭的用破碗 這珍珠當然都拿去賣給別人了 哪有留著自家用的呀 哎 對了 我出來的時候啊 身上也帶了些首飾 您看看有什麼喜歡哪 您就別再跟我客氣了 我給您戴上 我就說嘛 這人靠衣裝 佛靠金裝 您戴上這枚拆子啊 一下子就年輕了十幾歲呢 真的嗎 啊 我會騙您嘛 您就跟我的親奶奶一樣 我這兒有什麼您喜歡的 您就儘管拿去吧 哎呀 白姑娘 叫白姑娘太見外了 叫我白玲吧 好 白玲 哎呀 像你這樣賢惠善良的女孩子呀 誰要能娶到你呀 那真是福氣呀 讓您見笑了 只是白玲到現在還是帶子歸中 沒人要呢 怎麼會沒人要呢 你還沒頂婚約啊 這你看 我們家天元怎麼樣啊 天元 他是個好人 只是他已經有了明珠了 如果天元哪 不娶那個狐狸精就好了 什麼 是啊 千萬不要以狐狸精進來 讓人當成家伙 毀之還你 奶奶 我出去一下 哦 你要出去啊 可要當心點 外面壞人很多的 你放心吧 我很快就回來 臭和尚 你給我出來 你給我出來 我又沒躲在洞裡 也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和尚我早就來了 啊 本姑娘有要事在身 我可警告你啊 你不要再壞了我的好事 否則我不會饒了你 別生氣別生氣啊 只要你不害人的話 我絕對不會騷擾你的 哎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你啊 有什麼事趕緊說 那個妖僧聖德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什麼 如何 如是告訴我 我立馬拍屁股走人 絕不啰嗦 你說的什麼聖德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哎 好 你為什麼要來海寧 你潛入張家 是不是為了偷 你 告訴你啊 你說話最好放尊重一點 什麼叫偷啊 嗯 我白領行得正做得直 那叫 那叫光明正大的 哪 哦 合經合理 說得天衣無縫 不過你越說沒有呢 我就越懷疑 我要拼命的去查 努力的去查 詳細的去查呀 正常 哎呦 生氣了 我立馬去查 有本事就盡管去查 師叔已經在等你了 我們 彷彿不在人間 悲歡離恨的纏綿 記得 記得 所有唐宋詩篇 愛恨兩次 淡寫 試著 把愛留在身邊 生理四遍 已轉眼 思考 所謂隱晴圓缺 只剩對應 無眠 有我 流涉余溫 的柔弱時間 引出你的眷戀 就從眼前滑過 這一道弧線 點在愛的 每一切 算了 如何了多思念 心痛在所 那年 也要不叫做 叫做 靠近 人 靠近 人 有 像 都 靠近 來 靠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